民众之后游行到市政府 他们说虽然政府宣布撤销兴建核燃料加工厂的计划 但是担心当局返口要求交出文件证明 他就单是一个新闻发布会或者什么 我们希望看到红球文件 有不少市民说不需要上班来参加游行 在前往市政府的路上 他们占用了三条线行车线 市政府外大批公安和武警戒备 市政府其后拿着公告 只是人民政府发出的文件 有民众说经历这次的反核示威之后 将来如果再有不满都会上街争取 无线电视记者吴慧慧在江门市报道 问男友旅游巴失控跌落山谷 8个人死亡19个人受伤